現在教各位怎麼做 慢烤豬肉的骨發三明治 對著鏡頭主廚邊講解做法 邊實力操作 仔細對觀眾教學 這位看起來很陽光的主廚 就是常在電視節目中 示範的小岡主廚 用這個慢火150度的骨發烤 拌了8個小時 面的鏡頭可以侃侃而談 什麼時候該微笑 該對哪個鏡頭都很有經驗 簡直就跟明星一樣 而小岡主廚 更有著廚師界宋承線的封號 這有時候跟以前 就是比較不一樣 對 有不一樣 造型就見仁見智 就是平常 這個自己就是會稍微打扮一下 雙主廚搭配用台灣在地食材 製作出美味的料理 繼外國型男主廚後 旅遊生活頻道 也找來台灣主廚示範料理 而電視節目主持人喬艾爾 年僅28歲 更曾在丹麥哥本哈根 被譽為全球第一的餐廳裡實習 而個性主廚索艾克 經驗也很豐富 兩人一大一唱 節目效果十足 更在金鐘拿下 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備受評審肯定 中午肚子餓的時候 都跟我們在做菜 是不是還蠻有型 蠻有型 兩個都蠻厲害 蠻年輕的 不同意望 台灣的民廚除了終身帶外 也走向型男化 帥哥廚師當道 不僅要在菜色上有想法 也得要更會面對鏡頭 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解釁中章 佩奧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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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